其實我對露營的印象並不是那麼好 我第一次露營是去睡露營車 但是我一進那個露營車我就覺得 人不能夠對抗地心引力 我就進去就覺得那個車子歪歪斜斜的 我就跟我老婆說 我說這個車子沒有搭的很平 這個束縛 我老婆說你想太多 結果果然我睡一個晚上之後 隔天我腰就閃到 然後第二次露營的時候 是跟朋友到新竹 睡到半夜的時候 隔壁朋友的小孩從床上掉下來在哭 從旁邊青蛙在叫 伸到螞蟻在爬 你就會覺得 欸 原來帳篷是這麼的辛苦 好像沒有到他想像中這麼浪漫 然後早上六點多的時候 就聽到這個阿嬤在跟他老公講說 早餐有好吃嗎 然後他老公就在這邊說 不錯吃 然後我就覺得這是什麼狀況 其實我沒有辦法再以外想 我白天可以跟你outdoor 但是晚上我一定要indo 所以其實接下來這個通告 其實我還蠻 特有的 我好像真的沒有睡在帳篷中 我想說如果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趁著半夜沒有人看到的時候 我就會偷偷摸摸摸回我的車上睡 哈哈哈哈哈哈